有名耶稣大师他还没有出家的时候 他是担任税务官 就专门在我们现在讲就收税的 可是他又很慈悲 你看他还没有出家 他也是当公婚人员 也是跟我一样就喜欢放生 然后我跟他一样 不是他跟我一样 是我跟他一样 喜欢放生也是喜欢佛法 有名耶稣大师是这样 那他就看到人家会去放生雾命 就是鱼虾 羊 这些动物生灵 因为他很慈悲 他就觉得说这些动物快被宰杀了 这些动物都有灵性 所以佛陀说不见杀不闻杀 不为我杀 治养者不杀 养的东西你不能杀 可是我们现在以前古代人都什么 自己养鸡还是把他宰杀 对不对 治养者不杀 活得有跟我们交代啊 有些人自己养 也是宰杀不行 治养者不要杀 不够慈悲 所以你看永明耶稣大师他就这么慈悲啊 但是你要去救 这个我能体会 你要去救 你不给他救他现在就死掉了 那想怎么办呢 那自己口袋用钱又不够 好那就拿抽屉里空家的税款 就拿出来了 而我几次几次 然后再自己把薪水再换回去 好换回去 结果就被人家发现了 人家就检棋 检棋以后人家这个案子就报告到皇帝那边了 皇帝呢 皇帝就派 皇帝是谁呢 皇帝 那个宋朝那个皇帝呢 就钱文穆王 钱文穆王算起来还是有智慧的啦 他大概有听过永明圆寿大师这个 这位官员的故事还是怎么样 他交代旁边的人去 因为以前问展的砍头的时候 旁边有人监展官 旁边看着 他就跟监展官交代呢 他说你看那个 因为这里面喔 书籍里面没有记载 永明圆寿大师的俗名是什么啦 那我们都是永明圆寿大师嘛 因为他为什么叫永明呢 他住在永明寺 所以古代的大师呢 都是以他的佛寺名称 或他住的山 比如说这个 印光大师他是有这个 他自己的本身的这个出家的名字 那有些的话都是用山来做他的名字 祭炼他 结果他那个 皇帝就跟监展官交代说 你看他的脸时候 如果碑跟巨 就在 碑就是什么 就在那边上碑啊 那巨就是很害怕啊 因为哪一个看到大刀 看到枪壁不怕的 那台湾那个要枪劫人患的时候 那个大流氓要枪劫的时候 那个腿都软掉了 在走路的时候脱 脱到心肠就软了 哪一个不怕 对不对 可是脱不动 这个腿都发软了 跟动物一样 动物要被宰杀也是这样啊 我朋友到屏东的那个 豬的那个屠宰场进去 他冒充记者进去看脱拍 那个豬啊 要过那个窄门 过去就变蛋 机器就过来 就啪就插下去 就死掉了 那 豬他有 他也知道 他有这个决心啊 所以他等到过那个窄门的时候 他两个脚就顶住就不走了 他就顶在那边不往前进 他知道进去就死掉了 你看 豬也知道要死了 所以你把他杀任何一个动物 他最后进入他的阿赖耶 他知道最后谁杀他 他就报仇 不管任何动物 在微小的蚂蚁 以后我都会讲到那颗果报 我亲眼看过的 还有蛇 鸡 牙 土 反正是动物的 你只要杀他 他那个鳞啊 就一定会报仇的 他也许刚开始没有办法 他累积到一多 哇 那个力量就大了 所以我们尽可能 我们还是吃树 你如果没有吃树的话 你身上就会有味道 我们的所谓的动物的焚藏 你若吃久了 你坦白说啦 你不管是上大号 上小号 上洗手间 或者你身上流的汗 那都是动物的味道 动物的味道 我们吃树的人啊 坦白说啦 就是清香 如果你修得更好 那更不得了 像老法师说的 虚老国上说 他的汗啊 他那个 他那个 袈裟 那个 那个长卦 一脱下来 那个大衣脱下来 后面那个汗啊 全部都是香味 是真的喔 我们请 果真法师到我们讲堂 来 果真法师走过去前身都是香味啊 真的闻到啊 他不是故意 你把檀香一直在那边去 被你散一下 不可能耶 你 你檀香顶多支持十分钟 二十分钟 那个香味一散开就没了嘛 他不是 他从左到尾都是香味啊 你知道吗 有些是他自己的界定会 正香 有些是旁边有护法神啊 所以你就闻到那个香味啊 经典上也有记载啊 你修得好护法神在天上 他会下来一点点啊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太五折恶势了 天人都不想下来 为什么 天人就是你们人间太错了 他不想下来 所以天人都在我们的上面 佛法师几公里上面 给你保护啊 所以你有些 为什么有些大师啊 有些修得好的大德 你就感觉就是说 他就威仪就跟人家不一样 他旁边也有护法 所以那个有名言说 他说就有这种德恨 所以你的德恨 能够产生你的三千威仪 八万细型 你有得你的眼神 你的微笑 你的动作 你的看东西的那种精神 你的走路的 那个走路的那个 就是走路的那种威仪 我们怎么学都学不来 怎么学 你看金工法师 就是出来的那种威仪 那就是不一样 那就是什么 那是德是成就的 所以有得恨的人 我们所谓的讲 八风吹不动 任何顺境逆境 他就真的是 真的可以展现出 如如不动 他不仅是面对大观 面对生死 面对危难 他就是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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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谓的这种应对态度 这种脸色 他不会惹惹惊吓 他不会 这是真的 他真的到这个境界 他就是面对生死关头 生死关头 他淡然处置 就像安斯高大师一样 就凡命战 这个宝珠公禅师 这个 不是宝珠公禅 宝珠公禅师是梁武帝的国师 你知道 达末子师去跟梁武帝对话的时候 梁武帝问他说 我盖这么多佛事 印这么多金 也没有功德 达末子师说 毫无功德 你看他就讲 毫无功德 达末子就会讲出来 他面对皇帝 面对富贵前世 他还是一样的平等心 一样的亲近心 那个行为 我们称他叫安乐行 安乐行 心中常安乐 他就这种境界 就是三昧的功夫 那有名言说 他说也是有这种三昧的功夫啊 他就是他定位已经 已经具足了嘛 他已经成就了 所以他面对那个大道 要砍过的时候 他没有生死恐惧 为什么 因为他豁然顿脱了嘛 他已经跟身心脱落了嘛 他没有生死恐惧嘛 那为什么他会 他为什么他会没有生死恐惧 那为什么我们会呢 我们为什么一听到医生跟我讲说 哎呀你得得癌症了 他吓得花痘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没有得恨 你根本没有修行嘛 你呃子很重嘛 你探症症症漫 一个都没有断嘛 我连流 这个 刘居士他得子宫症癌 他跟我讲说 到那个化疗医院化疗的时候 他说里面像蔡市长 他说走进去每一个都花痘 那刚才跟那个猪要禁忌被宰杀 猪也在花痘 请问一下不是同一个道理吗 所以有什么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每一个众生都有决心啊 所以为什么说不要去伤害动物 你要想生生世世 但是不想生病 不想得病 不想短命 那你就从不杀生开始 不脑害众生开始 我们上一集提到戒贤论施 修到那么好的 因为郭建英当国王 有那个权力 人家宰杀动物来供养他 他脑害众生 你看他后来痛了20年 药栓被痛20年 后来想要去自杀 还是文师之地不是要去度他的 所以永明耶稣 他就面对那个生死观头的时候 他讲一句话 他说我一条命 换这么多的动物的生命 直得直得直得 直得直得直得 倒着灯 根本就砍不下去了 那个建长官说停 就不然了 所以你也可以讲说 这个就是感应啊 你说如是阴如是狗 我们讲说感是阴 阴是狗 感应 太善感应篇 对不对 感是阴 阴是狗 那阴果 就是讲 太善感应篇就是在讲阴果嘛 哪一件事情不是在讲阴果呢 念佛是阴 成佛是果 哪个不是阴果呢 你小到世间上的这个果报 大到成佛都是脱不了阴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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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